謝謝蘇佐,今天要拍這個題目 是還滿有愛心的 會我們請 rueal 瀋長,身心障礙口腔健康五年的企劃 我想已經有大幅改善 我看你的報告有大幅改善了 對身心障礙者口腔的健康的維護 但是我看了內容以後 我是覺得還有非常大非常大的空間 你都不知道 如果你常常到基層 有到這些身心障礙者家庭你就知道 一般我們政府就只對一個人來做照顧 但是這個全家是要因這個人的生活作息來改變 這些負擔是我們國家所沒有辦法給予承受的 而且它還有太多我們照顧不到 但是像口腔健康的部分 譬如說我是覺得現在雖然富康巴士也蠻發達 但是很多偏領的地區 而且有一些是急迫性的 那這些人數又多 我們的地點又少 為什麼只有這幾家的醫院願意來做 一般醫院又沒辦法做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一方面 這個交通部分是應該要給予大幅改善的 譬如說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地方有急迫性或者是偏領地區 是不是可以給他們用計程車 那最方便了嘛 對不對 如果沒有請周遭專車也應該貼補 也可以當計程車來運送的話也可以啊 那這一部分是不是我們可以在這一方面 那另外我看到你的報告裡面 你看到載醫療及特殊需求則醫療團隊服務幾戶啊 論事的每人每次支付才1900億 還要包括診察啦 護理啦 給藥啦 所有處置啦 塗養及材料 口腔清潔券 所有的費用包括在內才只有1900點 一點也不到一塊錢 那醫生的話 我是實際去問了醫生 醫生是1000點 你知道嗎 一個智能有問題或精神有問題者 一個醫生他說可能一個早上不一定搞得定一個人啊 所以我看到你這個數量醫生的數量為什麼這麼少 為什麼你來學習的人這麼少 我們現在到2月份為止總共只有353人 結果合格的 一百一十一萬六千人領有身性障礙者 那智能跟精神問題的有多少人 司定有多少人 你說那個 智能有問題跟精神有問題的有多少人 你知道嗎 哪有統計 有 沒關係 你提供一個數量 三百多位 光這兩個是最麻煩的 不知道黑白色 黑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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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抜一波 甚至 你把他的腦肌折到他也屁股掉給你用掉 所以要全神麻醉 全神麻醉 還有風險更大 現在你把他做全神麻醉 如果全神麻醉有效益 他又醫療醫救來了 他又賠償來了 所以沒有人要做嘛 對 還有 你拿走的時候 局部麻醉的時候 把腦肌折來又一堆 拿了之後又不需要醫護 他又知道老人也沒在管 現在你叫做一個醫生去做 有哪位醫生願意去學呢 願意去受訓呢 願意去做專業的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醫療練的問題 是不是在這一方面 如果我們健保 給他加倍 讓他能夠有一點的工錢 我想還有很多愛心的 還有很多人都願意來投入 現在這個連工本費都不夠 怎麼會有人來學習呢 你不來學習醫生不足 這些病患的照顧就不足了 對不對 所以從根本治療來講 你這個健保的幾乎 就應該要至少要加倍嘛 加倍 一大幾乎兩千塊多 還這麼多富翁都百貨才來呢 市長你的看法 是 我想我跟委員完全一樣 對這個 這整個的這個計畫 而且執行的情形呢 都表示非常敬佩 因為開始 不是我 陳昭偉的對頭 開始一直走得近 我深入後也是很敬佩 對 同時我也對參與這個意思 其實裡面幾位 我都看到 有得過的醫療奉獻獎 表示這個 這個是一個很辛苦的工作 大概都沒什麼人要去做 他們能夠投入 我真的很感動 那我想對於費用的問題 我是不是請 健保局的 黃局長來跟大家回答 黃局長說一下 請黃局長 委員早安 跟委員報告 我們101年對於 牙醫特殊醫療的服務 請問你 剛剛我講的智能跟精神出來 沒有多少人 總是多少人知道嗎 智能跟精神 沒辦法 沒關係 你再找一個送禮 來 我跟委員報告 有關牙醫特殊醫療服務 我們在101年 我們已經提供了3億3千800萬 這個包括輕度、中度、重度 那委員剛剛關心的 這個倒載服務的部分 局長不要再講這些數據 讓我們感覺到 我是講單一個案 你一次的點數就這樣 如果你講這些 人家不曉得到底可以醫多少人 換算到一個病人身上 真的在世界上是最小的 你現在這樣總數一筆 這個在框我們 對不對 你講比較實際 不是這樣 倒載服務因為有它的安全性 在家裡要麻醉 有它的安全性 同時到家裡也沒有適當的儀器 所以倒載服務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去觀察這個病人 需要下一步 要做什麼樣的進一步的治療 我不是在問這一個 那個局長 我不是在問這一個 我是認為說 我們在身心障礙者 在這一些治療方面 我們健保要加倍給付 我不要問那些內容 因為我時間有限 加倍給付這一點 你同意嗎 所以我們可以來跟牙醫界重新再來商量 不是跟牙醫界 你就實際考量 你這種問題要跟誰商量 不能跟牙醫界商量 我們去肯定 我們認為說 你這樣的話 因為為什麼沒有人願意來學習 你一身不足照護就不夠 對不對 這麼龐大為什麼沒有人願意來學 就是因為你的給付不足 而且有時候你還打折 對不對 你給100點 你還打折 打85折 打82折 七八折都有 報告委員 我們可以考慮以加成來處理 好不好 不是加成 要加倍啦 局長 要加倍啦 你現在加倍我不覺得你還可以找得到多少人 坦白講 我想這一些 你應該 我剛剛講的前提就是 一個家庭如果有一個身心障礙者 他的可憐在 我們政府補足的本來就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幫忙 但是周遭家裡配合的 沒有任何的一毛錢的補助 對不對 那這一些是最慘的部分 所以我是覺得說 要用同理心 我說那不知道什麼人家 為什麼生得到也不知道 但是生得到的 真的是很辛苦 我們應該有一個同理心來照顧這種家庭嘛 對不對 好不好 加倍 可以嗎 我們朝這方向來努力 朝加倍方向來努力 好不好 兩個月內要定案 好不好 是 好 謝謝你 那來署長我再問你 我剛才那時候我先跟你說 那個智障是九萬九千塊 那個智障是十一萬五千多 超過二十萬 你看三百五十三個醫生 真的 這樣夠嗎 尤其那些人本來就比較容易發生 口腔清潔就不容易 而且不容易照顧自己的 所以比較會有問題 啊這 超過二十萬人 你看 我聽醫生跟我說得很可能 有時候一波就沒了一個 還不能大人 還不能相機 真的那種人 很愛心的人才會有辦法做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方面應該我們將心已經去多做一些 另外H7N9 那現在呢 這個最後一次更新的資料 我們世界衛生組織是五月二號 也就是說一星期沒有更新了 是不是減反了 是 這個一星期是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要講 北韓在試射飛彈的時候 我們國內吵了二十天的新聞 真的吵到大家都嚇死了啦 H7N9 十幾億人殺三月底 開始公布病情到現在 也真的沒有幾個人 還說到幾天 還說 甚至有人說 大陸要斷殺人員來 要停止這些觀光客 真的 我們台灣的經濟就是被他這樣嚇死了 嚇得大家都不敢動 真的沒有那麼嚴重 真的沒有那麼嚴重 我們防疫要這個 要試統作戰 我們要嚴肅的去面對 但是呢 我們不應該 每天你看 北韓的事情啊 人家韓國啊 馬照跑舞照跳 軍人還在放假 結果我們電視吵了二十天 每天都在打仗 人家的 人家新聞報導才五趴在報導他們的戰事 我們報導二十天 前天一天二十四小時 第二個 我們這個H7N9也是一樣 真的有那麼嚴重嗎 一百多人到現在 已經減緩了 我今天 是要想 我們的這一些是不是過當了 是不是過當了 這些報導我們 我們在衛生署方面 從一九一七年到現在 真的是沒有幾件案子 包括SARS都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在 衛生署在講話的時候 在對外宣布的時候 應該很明確 但是防疫是要試統作戰 我們應該大家多防備 我們希望給大家一個安心的環境 那這一部分 我想 已經差不多了 但是 我們還是要後續要注意 要特別 當作作戰 要把這個 防疫的部分 要把它做好 還是要持續下去 好不好 你們這次防疫做得很好 謝謝你們 謝謝